尼天安的大家好 我是阿南迪尼 想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个生活上的体验 师傅最近的开示都在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意识的主权 我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就在上个星期 我一个周遭非常至亲的好友 他对我做了一件让我非常觉得痛心 甚至是在我感觉是欺骗 或者是蓄意的捉弄我这种状况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如果在我以前的话 可能就是会暴怒 或者是会没有办法想通 为什么这样子这么亲密的朋友 还会对我做出这样子不可理喻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觉得心中非常的不圆满 当我们心里有不圆满的时候 我当然是第一个就是会到师傅的目的前 深刻地跟他请求协助 当然是自己要去圆满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就是无限的这种悲痛 因为我的模式就是 根源模式就是一个痛 太多的这个痛的业力在我的身上 所以其实有很多次的事情 其实事件单纯上来讲 其实并没有什么严重到可以让我觉得心痛的地方 但是常常我会因为这个业力模式的关系 会将事情复杂化或是严重化 所以我终于下定一个决心 就是说我必须要去放下所有的痛 所以当时我就立刻在师傅面前 就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我从那一刻起 我决定要放下所有的痛 我为什么想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太多的这个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有太多的这个模式 一直不断地在反复 我觉得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这个模式 所以虽然我知道它是我的根源模式 但是你知道我们想要把这个业力放下的那一瞬间 常常又会把它再拾回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我觉得我已经不想再被降的这种无名的力量去牵扯 所以刚好师傅最近也在讲这个意识的主权 只要我选择我愿意 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去做 所以当下我就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认知 就是我愿意放下这个痛 所以当我去放下这个痛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 我就不会再去纠结了 比如说我就不会去用我的大脑再去思考 说为什么这个朋友要这样的欺骗我 为什么要这样的让我心痛 因为如果我用我的头脑去思考的话 我肯定会更纠结 肯定就是会在那个业力的循环里面 没有办法去脱离 所以就下了一个决定 决定把它放下 那当放下之后呢 我发现生活里面还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但是发生了 比如说某一通电话来了 对方传来了一个非常刺耳的这个声音 那我就会很有觉知的去知道说 这个痛是不存在的 这个不舒服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立刻的就只是聆听 就像放开思绪的冥想一样 就是只是听让这些声音呢 就是这样来这样走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认知对我来讲 所以我就每天在生活里面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考验来 但是目前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非常的 应该是说非常的 轻松跟自在跟快乐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现在有这个能力 去跟痛说拒绝 当我开始对痛说拒绝的时候 就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如同师父所说 当你愿意打破一个你生的模式的时候 你就会相对地显化一个新的超能力 前几天我们的三个支援者 在做主缘的圆满 因为有一位同修 他可能就是对做圆满这件事情 比较有抵触 所以当下我就 就有发愿 这个同修的圆满就由我负责 我一定会让他圆满 没想到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这位同修主动打电话给我 然后呢 他就是对于我们在会议上 他有一些些 这个就是不理解这个会议 所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有他本身 就是对这个做圆满 就本来就比较抗拒 所以他有一些 就是小小的这个意见 那他事后打电话来 就是在告诉我 他的种种的原因这样子 那很神奇的 那我就是 就是跟他稍微分享了 我们这个整个做圆满的这个经过 还有大家的这个一个反馈 还有我自己这些日子来的这个分享 然后他听了就觉得 真的是太受益了 然后他也愿意当下要去圆满 这个可能大家不理解 因为这位同修 他其实是一直非常排斥去做圆满的 我甚至还因为要 要请他一起来做圆满 差点还跟他就是有一些口角上的问题 但是我很压抑 就是在那一次的谈话之后 他竟然跟我说 就是我那天跟他讲的话 是就是最近以来 他听了最顺额的一次 所以他就当下立即的 就是说他圆满了 然后他也愿意在日后 就要积极地去做圆满 我就觉得超厉害 超神奇的 马上可以显化一个这样的一个超能力 只要你说到 然后你就可以做到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非常非常 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然后呢 也显化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的 你电灵灵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